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东西里面的使用例子 然后接下来是一些走过的弯路 就是把很多个future给它收集到一个stream里面这方面 然后之前犯过一些错误 然后最后一个是受future机制的启发 然后我们结合自身的业务特点 然后在RAFT曾做的一个batch system 首先看一下什么是futures 有两个比较基础的RAFT的仓库 然后第一个是futures.rs 这个想必大家应该都大致了解过 然后里面主要包含就是 首先就是两个trait 一个就是future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stream 然后它们两个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它们有一个pro这个方法 然后我们可以在filter或者stream上调用这个pro的方法 然后去拿到一个值 然后如果它就绪了的话 它就是一个值 如果后端 比如说我们把一个任务丢到后端 它可能是一个现成池 也可能是一个在网络上的远程机器 然后我们把任务丢过去之后 我们就会拿到一个future或者stream 然后我们在那上面掉pro的方法 如果它就绪之后我们就得到一个值 如果没有就绪 那么它就会告诉我们再等一会儿 这样子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接口吧 然后这个仓库还提供了一些比较实用的channels 因为我们知道channel就是在rust和go里面用的非常多 就是在对于业务逻辑进行解偶的时候非常有用 然后futures就提供了一些 实现了future和stream相关的接口的一些channels 然后最后是一些executor和task相关的一些功能组件 这个就是帮助用户可以自己实现自己的future 或者说一些通知机制 然后第二个仓库就是tokyo 这个它就提供了一些比较上层的组件 然后把它们用一个符合future的接口来表达 包括IO 还有网络 还有timer 甚至还有信号等等这些东西 然后另外一个我们用的比较多的组件是tokyo thread pool 这个就是tokyo.io里面内置的一个thread pool 然后是我们最常用的一个executor 这些就是一些基本的背景介绍 然后右边是一份示例代码 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一个future的例子 然后我们看 就假如说有一个比较无聊的老板 然后他有4096块砖 然后他现在要去把这4096块砖 他再数一下 然后他又比较无聊 然后不想直接数 然后他就雇了一个工人 说你去把这些砖全部塞到一个channel里面 你不要问我为什么 你就只管塞进去就行 然后他又雇了另外一个工人 他说你去从那个channel里面 把那些砖全部一块一块给我搬出来 你不要问我为什么 你给我搬出来就行 然后这个老板就坐到那里 就等着两个工人在那干活 看着他们很开心地干着 然后他就在那等着数 这个程序大概就是表达这样的一个意思 然后注意我们看到 这个老板他很无聊地想到了一个优化点 就是按照我们之前的描述 他需要两个工人 也就是相当于开两个县城去做这件事情 对不对 因为这个管道里面只有128个空位 他第一个人往里面塞东西 当塞满了之后 他需要通知第二个人去搬 或者说里面有东西的时候 他就需要通知第二个工人去搬 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用一个县城去做这两个工人的活 我们看到这个代码里面 我们初始化了一个内部县城池 为1的这样一个thread pool 这样子的话 因为filter机制的存在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pool里面 spawn了两个future 就相当于是两个工人 所以说其实我们是用一个工人 然后干了两个工人的活 这样子 然后第二个内容就是什么是tike kv 目前我们只需要知道的是tike kv 是一个分布式的key value存储引擎 然后它的key被划分成一个一个region 或者说就是ranges 就是一个一个小的区间 然后每一个小的region 都用一个raft的状态机 在多个实力之间同步副本 然后每一个tike kv里面 大概的就是逻辑分层 就是可以在这个图中可以看到 最上层就是server层 也就是相当于跟客户端打交道 用grp协议进行通信的这一层 然后下面等等还有一些比如说 事务还有mvcc 还有raft等等这些层 然后最底下是roxdb 然后我们今天主要涉及的内容就是 我们今天主要涉及的内容就是 在server层我们有很多就是 future和stream的典型用力 然后同时在这一层 还有一个就是把很多future 就是收集到一个stream里面的需求 然后最后还要介绍一下就是在raft层 我们自己实现的一个batch system 也是受future的机制启发 然后这就是tike kv相关的东西 如果想要深入了解的话 可以到我们公司来看一看 然后我们看一下基本的future 在tike kv中的典型用力 首先这是server层的一个kvget接口 kvget接口意思就是说 让用户端提供一个key 然后它来get 然后我们给它返回一个值 里面具体的逻辑 首先我们调用一个函数叫future get 这个实际上就是把用户给我们的任务 丢到后端的现成池里面 然后我们返回一个future 但是注意到这个地方 我们并没有直接调用这个future的pull方法 为什么呢 熟悉网络编程或者是grpc的同学可以知道 就是实际上这一坨代码它的直行上下文 是在那个completion queue的完成队列里面的 我们不能把这个现成block太久 因为其他的网络事件也要由这个现成分发给别人 如果我们block这个东西太久的话 那相当于其他的现成就无法处理了 那实际上相当于这一个现成就会成为整个系统的瓶颈 那我们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先确定好我们在收到后端处理完成得到的response之后 我们要对它做哪些事情 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只需要简单地调用sync.success 把它发回给客户端 那我们就在这个future上面调用一系列anderson 去进行后续的处理 然后我们再调用context.spawn这个函数 把这个future放到grpc的现成池里面执行 然后这个现成就可以马上返回了 也就是说我们并不需要block这个grpc收消息的处理 那这个API到这里就结束了 但是关键的其实是在spawn函数里面 它是怎么实现的 也就是说我如何把这个future放到里面去执行 然后在上游就绪之后 然后通知我去执行后续的事情 我们看spawn这个函数里面的逻辑 首先我们会把它spawn到一个task里面 也就是相当于我们要给future关联一个task 那么future跟task它有什么区别呢 就是future它虽然是可以pull的 但是在上游就绪之后 它是不会给这个future发通知的 它没有办法发 所以说我们必须要给这个future关联一个task 那么上游就绪之后 它才能够真正知道 我应该如何把这个下游的future给它唤醒起来 这个地方就是做的这件事情 我们看到我们给这个future给它关联了一个spawn notify这个结构体 这个结构体上游就绪之后 就会调用这个结构体的notify方法 然后在这里面把那些东西给省略了 然后我们调用它的notify方法 就可以把我们挂起来的future再次给它唤醒 然后唤醒之后它就可以在grpc线程里面 去把那些具体的响应再发回给客户端了 这是一些实现细节的内容 然后下一个主题我们看一下 就是基本的stream的使用 Core processor stream接口也是TiKV提供给客户端的一个rpc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客户端它发过来一个请求 比如说是一个需要查询很多条记录的一个circle语句 那么我们的response就可能很大对不对 那一个响应一个response可能装不下 所以说我们就用了一个streaming的接口 这个接口会从客户端收一个request 但是我会给它以一个流的形式发回多个response 它是怎么实现的呢 就是它首先仍然是把这个请求丢到后端的现成池里面 然后从里面拿回来一个stream 我在这个stream上每一次掉pull的时候 我都可以返回一个response 我一直pull一直pull直到最后没有了 然后我就可以告诉客户端 然后我这个stream已经结束了 那这段代码里面的关键点就是这个sender2函数 sync就是我们就是gfd层建立的跟客户端进行通信的一个流管道 然后我们把这个stream转发到这个sync里面 然后这个sender2函数它返回的是一个future 然后我们同样把它丢到gfd里面执行 这样子的话当上游的stream有一个元素就绪 并且下游这个管道它有空位可以继续往客户端发送的时候 就会唤醒这个future 然后这个future在每一次被唤醒起来执行的时候 都会去上游取一个元素然后转发给客户端 这样子这个服务端的流请求就算完成了 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其实我们是只用了很少的代码 就实现了比较复杂的逻辑 然后这个例子是客户端发一连串的流逝请求 然后它的请求类型其实发的是raft的message 也就是说一个tack kv要给另外一个tack kv发送raft的消息 它就会再通过raft这个rpc 跟对象机器建立一个客户端的流 发送端就一直通过这个管道一直往里面塞 然后在接收端它就会调这个for each的方法 也就是说我每收到一条raft的message 我就给它转发给后端的处理逻辑 就这样一直转发 然后当上游再也没有raft的消息过来的时候 我就可以把通过sync.file这个函数 把这个channel关闭了 这个看起来也是我们用很小的代码 然后实现了比较大的逻辑 看到这里我们就可以想 假如说我们没有future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实现这些功能呢 熟悉网络编程的同学就可能 一眼就可以想到自己的设计 就是我们在Epo 比如说基于Epo的网络编程里面 我们经常用到的事件驱动的模型 我遇到这个事件然后我怎么处理 遇到那个事件我怎么处理 但是那样子它的缺点就是 你整个一大串的处理逻辑它是分散的 然后东边一坨 西边一坨 很难看 而且不太好维护 那么有future的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拿到一个future 然后不断地掉andzone或者说map 或者说拿到一个stream 不断地去forEach 或者把它forward到其他的执行器里面 这样子的话我们实际上就可以以一个 同步的风格写异步的代码 就比如说这个地方 我们是把请求的流丢到后端一个现成池里面 但是我在把那个response拿回来给客户端发的时候 我又是在另外一个现成里面 它们内部的事件驱动机制实际上是被future 帮我们隐藏起来了 我们只需要无脑地对future进行业务逻辑上的操作就可以了 这个可以极大的简化 程序员在编程中的工作量 并且节省它的大脑 然后第三个例子也是关于streaming的 但是当我们用future这个东西用的比较多的时候 我们就慢慢地就开始有需求是 要不要改一下它里面的东西 raft client这个东西 就是Tekv给Tekv发送raft消息的时候 它就会通过要用raft client的send方法开始发 发完之后它认为可以把它刷到网络上之后 它就会调这个flash方法 但是我们在实际应用中发现 当gpc就是网络层它的压力比较大的时候 我们flash往往就是会成为瓶颈 那么我们就想 我能不能在网络负债很高的情况下 延迟这个通知呢 这样子gpc层它就可以把多个消息 合并成一个消息 然后一次地发送给对端 这样子会不会有提升呢 那我们实际上就做了一个这样的改动 我们把futures里面提供的channel 进行了一些调整 原来futures里面的channel是 我上游sender每发送一条消息 就要去notify下游去支持那一条消息 那我现在给它加一个手动notify的机制 就是我每发一条我不去notify它 而是显示的去哪一个notifier 当我判断下游如果是处于一个overload的状态 那我就可以选择延迟比如说一毫秒去把它再通知过去 或者说当下游它并不处于overload的状态时 我就可以直接给它notify出去 然后加上这一套机制之后我们猜下来 就是在下游网络端它出现它是平静的时候 它的性能提升比较明显的 然后下一托内容是collect the futures into stream 这个东西它的需求是怎么来的 就是仍然是为了减少网络层系统调用 并且减少网络层CPU消耗 基于这个目的 TiKV的客户端在发送请求的时候 会把一些小请求合并成一个大的请求 然后发出去 比如说这个地方它可以先发一个大请求里面包含ABC 然后第二个请求它又包含DE 但是因为这些小请求在TiKV端处理的速度不一样 有的比较快 有的比较慢 所以说我们在发送响应的时候 最好是不要等待 就比如说A和B处理的比较快 那我们就不要等C了 当凑够一定大小或者说 凑够一定大小的时候 我就直接给它返回给客户端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它可以先把A和B的response给它发回去 然后接下来它可能发D C E 也就是说它的Batch跟Batch之间 没有严格一一对应的关系 并且它也可以乱续 那我们在实现这样一套机制的时候就遇到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是把上面的ABC 每一个东西都直接丢到后端线程池里面执行的 那我每一个结果拿到之后 它就是一个Future 那么我们如何把这个Future 给它通过Anderson这个机制 给它把它转发到一个Streaming中呢 我们看到一开始我们就是 这个Future我们可以给它调一个Anderson 这个地方我们就有一个问题 因为这个Future你Anderson之后 它是不会直接执行的 你必须要把它丢到一个地方 你必须要把它丢到一个地方它才会执行 那丢到哪个地方 我们一开始就是最初的实现就是 把它丢到一个单线程的一个线程池里面 这样子的话 它其实是中间就相当于多了一次线程开销 就是我们上游执行完了 我还要通知这个线程 然后这个线程把它塞到那个Streaming里面之后 Streaming再通知JPT线程再把它发出去 那其实中间是经过了两次线程切换 但实际上是不需要这样做的 就是修改之后的代码就是这样子 我们先调一下ProFutureNotify这个函数 这个里面做什么呢 就是我自己 还是我自己定义了一个Notify的结构体 然后这个结构体它实现了Future里面的一个Trait 叫Notify 那这样子的话 我只需要把这个结构体给它关联上去 就相当于给它加了一个Callback 当上游的Futures就绪之后 它可以不经过中间的线程 就直接给下游的JPT线程发送一个通知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把两次上下文切换减少成一次 然后这样子对于性能是有极大提升的 另外那个上下文切换的次数也就相应地减少了 这个相当于之前就是 对Futures极致不了解 不知道有这个东西 然后走了一些弯路吧 但是幸好及时回头了 然后最后一个东西是 我们借鉴Futures里面的机制 然后做了一个Batch System 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之前提到了 TikV会把所有的Key分成一个一个Range 那么一个TikV上 它就可能有成千上万个Region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如果只用一个线程去处理Range的消息的话 那它就可能会成为瓶颈 那么我就想 假如说我用四个线程去处理成千上万个Region的消息 我应该怎么写这样的代码呢 一个比较简单的实现 就是像右边示例代码这样 我对每一个Region 我把它spawn到一个Executor里面 这个Executor就是比如说一个四个线程的线程池 那么我们对每一个Region上面的Future 调用一个forEach函数 也就是说我不断地处理这个Region的消息 但是一直处理到它没有消息的时候 我在这把这个Future挂起来 去处理其他Region的消息 这个是很好写的 你看我们用这么少的代码就写出一个圆形 但是这个其实是有问题的 首先因为这个地方 Stream上的forEach 它是一个贪婪的一个策略 它就会一直去尝试破 一直去尝试破 那么假如说我们有成千上万个Region 一些Region是比较忙的 那么这个线程就可能会一直在处理某一些Region上的消息 而另一些Region它就会出现饥饿的现象 第二个问题 就是比如说我们收到了一个Rough的Message 把这个东西写到词盘上 那么我们在forEach里面 如果每次都写词盘的话 这个开销其实是 这个其实是比较浪费的 因为它里面并没有内置任何 就是把那些小的写入 汇合成一个大的写入这样的策略 所以说这个写法本质上是跟Batch的策略是冲突的 最后我们还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这样写的话会有很多代码的改动 其实对于我们现有的那些代码是非常难改的 所以我们就需要一个比较好的实现 这个就是我们在一些考虑之后找到的一个比较好的方案 FSM的意思就是finiteStateMachine 然后RAFTRouter就是GRPC那一层 它收到RAFT的Message之后 它要转发给后面 如果它发现某一个region在这个store上还没有 它就会把它创建出来 创建出来之后 它就可以直接把RAFT的消息发给PureFSM 然后发到这个里面之后 然后这个结构体就会去通过 通知下游的BatchSystem去处理具体region的RAFT消息 然后我们看到左边它其实是跑在GRPC现成里面 右边是跑在RAFTStore现成里面 然后其实右边我们就可以理解为是一个Executor 它里面包含四个或者说一个可备置数量的现成 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设计方案 它是如何做到既避免饥饿 然后又实现一些Batch的策略的 首先我们看到PureFSM 它是如何通知后面的现成池里面的 它就是在这个地方它有一个notify 这个notify它会把自己的地址 也就是相当于一个原始指针 给它转发到后面 然后转发到后面之后 BatchSystem再收到 比如说我知道这个region 它最近有消息收到 它是活跃的 那我在收到之后我就可以处理它 当我处理它一段时间 我发现这个region里面再也没有消息了 或者说我因为其他一些策略 要暂时把它释放掉 我就可以调用这个mailbox的release方法 然后再把它还回去 然后最关键的代码就是在BatchSystem里面的Pure 这个Pure就是我BatchSystem里面 比如说有四个现成 那么每一个现成里面都会调这个Pure方法 然后block用一个well循环 block在这个Batch上 我们看一下它 首先它会调用FetchBatch这个方法 把自己的Batch 也就是说它会从Channel里面拿 比如上游有一二三三个region 然后我这个地方拿回来就是这三个region 然后这三个region 我对它进行处理的时候 因为我同时拿到了三个region 比如说我规定每个region 最多处理50条消息 我就把这50个消息处理完之后 拿到一个大的writeBatch 然后把它写到词盘上 这个就是相当于实现了Batch的策略 那么饥饿是如何避免的呢 因为这个地方我们拿到了一个Batch之后 我们最多处理50条消息 在我们处理50条消息之后 我们可以暂时把它还回去 或者说等下一轮再FetchBatch一下 也就是说再把它填满 这样子的话对于一些消息比较多 比较繁忙的region 我们可以保证它一直在这个池子里面处理 然后对于那些不怎么繁忙的region 它们同时 因为我们每一次Wile循环里面 都会掉一次FetchBatch函数 也就是说把那些最近有消息的新region 给它装进来 这样子就也可以保证那些没什么消息 但是也有消息的region 可以及时地得到处理 这个就是最终的一个设计 然后我们到这里 谢谢 我之前用过RocksDB做一个嵌入的数据库 然后发现它在随机读写的时候 就是当数据库的大小达到大约3GB左右的时候 它的那个性能下降很厉害 请问那个TiKV是怎么去 就是怎么去处理这种随机读写的性能问题的 这个其实应该取决于内存的大小吧 如果内存比较小的话 你的东西最终都会 其实都是要落到盘上的 落到盘上的话 那性能其实相当于降低了 如果内存在比较大的情况下 3GB是完全可以hold住的 我们一般都是几十GB都没有问题 好 谢谢 我想请问一下 你们需要把回应的消息进行合并吗 就这个大的消息会不会阻塞你原来的TCP链接 然后这样子的话会不会更加消耗内存 这个考虑我们也想过 但是因为我们目前大部分的response 其实都是一些比较小的结构体 把它合到一块的话 它其实对于网络上的系统调用的减少的话 它是有一个比较好的效果的 然后内存的话 因为GPC内部它有GPC Slice 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内存管理机制吧 所以说它其实可以避免一次性分配很大的内存的 它是每一次分配一小段 然后把每一小段上面就是加一个逻辑层 把它当做一个一大段 这样子内存方面的问题 其实没有那么严重吧 好好 我们再来一个问题吧 最后一个问题 你好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 就是您刚才说可以合并一个batch进行发送和返回 并且它是可以乱续的 那我有一个疑问 就是这个batch中的每一个request request和response是怎么对应上的 我们在request里面加了一个ID 然后发给它kv 它kv执行的时候它是知道那个ID的 然后它把response发过来的时候 那个response也关联了那个ID 那这个ID是future去做的 还是您在那个 就是在业务上做的 在业务上做的 OK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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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